我們今天會試一試這個團赤隧道 我們看看會用多少時間 我們一起先島為快,好嗎?主席 好,我們馬上出發,好嗎? 馬上出發 好 這裡寫80公里,已經開始進入這個隧道的範圍 即是外面的範圍,我們還未進去 其實主席,這條隧道大概是幾長左右 全長有9公里 我們現在開始進入團赤隧道 隧道段應該是5公里左右 隧道段5公里左右 而全場,如果我們由屯門南出發到香港國際機場 全場大概縮短22公里 即是有理由相信我們平時大概屯門南 進入國際機場是30分鐘的話 應該可以省省十多分鐘 這樣也省了不少時間 其實我聽說這條隧道 是在基建上做了幾項第一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例如第一就是 我們這個在香港唯一條過海隧道 是不用沉箱的 是用轉滑的方法 在海面下去大概60米 心下面轉滑 而那個轉滑機的巡糧浴 還要是現在世界上最大一個轉滑機 直徑有六層樓那麼高 我們現在走這條隧道的路面 下面是有管道的 管道包括有管道給排水 有管道給電 有管道給電信通訊 有管道給來水等等 所有公共設施都在下面 所以這條隧道以後的維修 就不需要在晚上間歇性去封閉 它根本上現在日後 它在下面要做維修 它走下去維修就可以了 這個方便很多 方便很多 亦都安全很多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訂閱這個頻道 讚好留言分享開去 謝謝